原来刚刚下着梁梦鱼的就是这地上密密麻麻的小沙球 其实它们都是这些在海滩上居住的小螃蟹的杰作 这些个头极小的小螃蟹平时以沙石中的有机物为食 并将不能吃的部分吐出来堆在自己住的小沙洞旁 数量多了就拼出了这满地的花纹 看来这回小梦鱼对大海可真的是无所畏惧了 这不和爸爸一起捡了一桶的贝壳和小螃蟹 在海里头捡到一个贝壳 爸爸在海里头捡到一个漂亮的贝壳 这珊瑚 来来 我要抓这个小狙击蟹 这回是这螺丝的 哇 哼哼哼 想看看 呦 这个是绝对漂亮的 哎 玩得好好的小梦鱼 这是要去干什么呢 虾子 尖乱 哈哈哈哈 哈哈 你现在干嘛去安排 哈哈哈哈哈哈 我爸爸说 嗯 我爸爸说 那些小动物 你能陪我 我爸爸说 一会等一会我吃饭的时候 我得让他们好吃 让他们自己回家吃饭去